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结案仗了 我要胜利了 这张宗昌带领部队挥石南下 结果在上海南京安徽的三大战场上均遭惨败 完了 张宗昌啊 这仗是越打越败 完了 完了 照这么打呀 非得连人本上藏不可呀 完了 给我顶住 顶住 可怎么鼓劲 这仗是越打越败 最后把张宗昌打的退回山东 在北发军和冯玉祥的强大攻势下 这张宗昌是故意坐在山东啊 可在这个时候 孙传芳的部队也退到了山东 这军饷就成了问题了 张宗昌跟孙传芳两个人关系不错 哎呀 张宗昌犯愁了 歪了 这突然呢 我做了一桌子饭呢 一伙人吃够啊 来了一伙 这无形当中又增加了一伙 这饭也不够吃啊 哎嘿 没办法啊 我就睁一只眼闭一眼就 你们该强就强去 该躲就躲去啊 想办法活过来就行 哦 他想办法活过来就行 这个时候啊 国民党各派又重新联合 1928年2月 蒋介石 冯玉祥 阎锡山 在开封商讨 如何消灭凤鲁的第二次北伐计划 结果商定由蒋介石 冯玉祥 阎锡山 李宗仁 分别任第一 二 三 四集团军总司令 四路军联合北伐 这次北伐已失去了革命意义 实际就是新旧军阀的一场争斗 大战在4月10日张开 蒋介石的军队攻势灵力 张宗昌的部队是节节败退啊 4月30 北伐军包围了济南 张宗昌自知其军队无力防守 准备趁装甲车逃跑 完了 我这得走了 现在这北伐军我是打不了了 准备啊 带着金银财宝钻石码脑 你想他这几年在山东能少搂吗 把地皮都搂尽了 带领几个漂亮的姨太太 他走哪儿啊 都得带着太太 走啊 准备跟我一起逃亡 常言说的好啊 嫁鸡碎鸡 嫁搜碎搜啊 嫁给我张宗昌 你就跟我张宗昌走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 往前走 快走吧 那个炮啊 都打到我脚后跟上来了 张宗昌是逃出济南 结束了他在山东做了三年的混世魔王 1928年6月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泰安成立 至此结束了北洋军阀在山东的统治 国民党新军阀开始统治山东 在北伐军的打击下 张作霖于1928年6月3日离开北京回凤田 当火车行至黄国屯的时候 被日本军队预先安置的炸弹炸死 张作霖一死 凤军在张学良的带领下向关外大撤退 当时凤田的政局混乱 有人呢 就对逃跑的张宗昌说 我说你借此时机带领军队杀回凤田 这头把交仪肯定是你的 不行不行不行 我不能干那个缺德事 我趁人之危 我把这个头把交仪做上来 我也做不舒服 我不能那么干 另外张作霖 老帅活了的时候 对我不薄啊 对我挺好啊 我不能忘恩啊 不过咱们往哪跑呢 我这想来想去啊 某地方去 还是进凤田吧 啊 不管怎么说呀 咱们都是奉系的啊 对不对 回凤田 张宗昌就给张学良排了封电报 让张学良调他回凤田 可这个世界的张学良啊 却借口张宗昌这个部队土匪比较多 况且连杀带砍遭他老百姓的 怕你这部队回我凤田遭起民愤 不准他带兵出关 哎 凤田不要他 为什么 书中按笔交代 此时的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拉拢下 准备富难一致 所以张学良又给张宗昌 来了二峰电报 劝张宗昌自谋出路 张宗昌接到这个电报啊 眼泪都下来了 哎呀 我说张学良 张学良 你不够爷们儿热死你啊 你这么干 你受得了吗 我这个部队让国民党给打败了 你还准备投降国民党啊 你让俺老长上哪去 干脆部队结散了 我走了 张宗昌带领几个一太太 几个副官几个亲信逃到了大连 在大连呢 张宗昌拉拢旧部 找旧相识 准备东山再起 可是一点呢 形势对他有点不妙 张宗昌一想不行 我在在国内待的危险 蒋介石他饶不了我 他就在1929年的5月 张宗昌逃往了日本 这个张宗昌啊 到了日本之后广泛的结交些日本的朋友 另外又做了几桩大买卖 这腰啊也鼓鼓的了 有钱了 张宗昌琢磨 我不能老在日本待了 我得回去啊 干什么招兵买马 集草屯粮啊 二次发兵啊 我要把山东夺回来 把我那天堂再夺回来 1932年春天 张宗昌从日本回国 他表示要恢复他在山东的地盘 准备就招兵买马 驻扎在北京 可这时候的山东啊 已被另一个人占了谁呢 那就是山东的土皇帝韩夫举 韩夫举当了山东省的主席 这韩夫举啊 接到了情报 说张宗昌回来了 准备招兵买马 集草屯粮 干什么要夺山东这地盘 哎呀 韩夫举乐了 你是贼心不死啊 可他也知道这个张宗昌啊 很有威力 也有号召力 能煽动 万一真要带兵打山东 一场大战起来不好 怎么办呢 底下这些毛氏们就出主意 干脆 你就解交张宗昌 把他引到山东来 随后派人把他干掉 不过韩夫举一晃脑袋 这不行 他要如果死在咱们济南 咱要把他杀了 恐怕张宗昌的旧部不干 哎 这个你不用担心 你找个仇人杀的 就张宗昌的仇人呢 这个张宗昌过去不杀了 郑金生 郑金生的侄子 郑继承 就在咱们这儿呢 不是参议吗 参议院的参议 他如果知道张宗昌来了 郑继承肯定身手 因为郑继承啊 曾经说过 发誓要为伯父报仇啊 而且这个郑继承 多次派人暗杀张宗昌 不过没成功 这回张宗昌来了 哎 头摸的这边就告诉郑继承 伸手 郑继承杀死张宗昌 咱报纸网文一报 人家就报私仇 与咱们没有关系 嗯 好主意 好主意 韩服局啊 点头了 马上派人到北京 跟张宗昌联系 这张宗昌还蒙在鼓里呢 哎呀 哎 怎么的 韩主席派人来找我啊 有什么事啊 敢来这人呢 见到张宗昌 就跟张宗昌说了 您是山东人 原来呢 在山东当过都军 我们韩主席知道您回来了 特派我来啊 接您到山东 您到山东呢 还可以帮助韩主席啊 治理山东 让山东发扬光大 让山东成为强省 如果万一我们韩主席一高兴 背不住就把主席的位置让给您 哎呦 我不能那么多啊 我躲人家所爱不行啊 是不是啊 哎呀 不过这个韩副局呢 呃 让我到山东去看一看也行啊 我我去看过去 我也愿意交这个韩副局这个朋友嘛 这个哥们嘛啊 哎呀 冷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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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哼哼的小调 然后张宗昌就来到了山东济南 这张宗昌一到山东济南呢 好家各大报纸纷纷登出消息 韩副局亲自到车站迎接 哎呀 这个热情就甭提了 那已经都热到一定程度了 韩副局拉住张松长的手 大哥呀 您那是我们山东的明星 您是我们山东的月亮 您是山东的明珠 您是山东的榜样 您给山东带来了无限的幸福 百姓们对你特别的拥护 我代表山东人 向您表示最高的致敬 我呢 因为老家是河北人 我不是山东人 您是山东人 您是山东人的骄傲 您这次来了 咱们两个交好朋友 是不是啊 您呢 大可不必兴师动众 兵发山东 您愿意要这主席的位置 我马上就给你 如果你不愿意要 我呢 给你个官职 因为我们山东这个土匪呀 现在很多 大白天就杀人放我 刀伤人命 都是滚马的强盗了 怎么办呢 我呢 给您一个山东脚匪总司令 由您带领两个师 由我们省政府直接给您拨款 您要什么 我们给什么 你看怎么样 哎呀 别别别别别 那多不好意思啊 我也不能当主席 如果真正我能为韩主席卖命 那我可太好了 我是求之不得呀 这么的吧 咱们两个这个说话也挺得劲儿 老科也挺得劲儿啊 咱们两个就磕头得了 你看怎么样 行啊 那就磕头败把子 两个人就插声声 邦邦邦邦邦邦 这就磕上头了 就结位金兰之好啊 一论张宗昌老大 韩服举就老二 哎呀 我说老弟呀 大哥 老弟 你请起吧 大哥 你也站起来吧 两个人磕完头 大排演演 这张宗昌啊 在济南呢 被韩服局招待的 好家伙 非常周到 不过张宗昌可不知道 暗中有一个人在那摸刀呢 准备杀掉张宗昌服局也知道 这人是早晚得伸手 谁呢 就是自己的参议 郑继承 这个张宗昌跟这郑继承 怎么个仇口 是怎么杀的郑继承的伯父 郑金生的 我交代两句 1927年10月 张宗昌的联军和冯玉祥 在异东展开拉锯战 这张宗昌啊 最后把冯玉祥底下的一名将官 郑金生给抓到了 带到了济南 这张宗昌的热情的款待这郑金生 劝这郑金生投降 可郑金生就是不投降 张宗昌啊 使出浑身的本领啊 三日一大宴 五日一小宴 都赶上那官宇在曹营了 就差上马一等金 下马一等您了 可郑金生不投降 最后张宗昌激了 哎呀 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你瞪眼主子不投降 你瞧不起俺张宗昌啊 来啊 拉出去 毙了 嘣 给毙了 他这儿把郑金生毙了 郑金生的职责就发誓 我一定要报仇 后来这个郑纪成就郑金生这个职责就当了韩服局参议院的参议 这次张宗昌到济南 一开始郑纪成不明白什么意思 你敢韩服局有一天呢 把郑纪成叫到自己办公室 纪成啊 张宗昌来了 我呢 出于一种理解 就得热情款待 不过当初杀你伯父郑金生 这个张宗昌啊 狠狠呢 这人呢 无情无义啊 所以啊 你啊 该出手就出手啊 风风火火闹九州啊 我就睁一眼闭一眼就装作没看见啊 乐意咋地咋地啊 你把他整死啊 那是大快人心事消灭张宗昌啊 这韩服局就这么露骨的告诉这郑纪成 你就把他干掉 咱就算挺好 我也不深究 郑纪成啊 就准备好了 可偏在这个时候 张宗昌的母亲呢 给他来封电报 张宗昌啊 在流亡的时候 带着他母亲 张宗昌威人非常孝顺 在孝顺母亲这点上 咱们得公平地说一句 张宗昌还是个大孝子 走到哪打仗 都带着母亲 没啥事啊 张宗昌就跟自己这些姨太太说 你知道吗 为啥我娶你们这些老婆呀 主要是我让你们伺候我娘啊 知道吧 所以张宗昌对娘特别好 早晨多人都是给娘问案 他母亲现在在北京住呢 张宗昌来的时候没带他母亲来 不过他母亲突然做了个梦 母子连心呢 梦到什么呢 梦见了张宗昌掉到狼圈里 被狼给吃了 老太太呀 心乱如麻 我儿子在山东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立刻派人打电报 就说我有重病在身呢 马上要离开人世 让昌儿急速回京 因为他娘不糊涂 张宗昌到山东干什么去了 韩副举平白无辜为深 把张宗昌请去 肯定有诡计 哎 这老太太不糊涂 糊涂的话 年轻的时候能把张宗昌养到别人家炕上了吗 最后我给扔回来了 跟别人跑了 不过张宗昌当总督之后 在山东 把他娘要接到跟前来了 把他那后爹也接到跟前来了 把自己亲爹也接到跟前来了 最后我给他亲爹又娶了个媳妇 张宗昌接到他娘电报 那眼泪也刷就下来了 哎呀 你娘啊 俺娘病了 马上找到韩副举 我说老弟啊 坏了 俺娘有病了 俺娘就是你娘啊 对不对 在北京病了 也是想来想的 我得马上就走啊 立刻就走啊 现在就走啊 我得回去看俺娘去 哎呦 是吗 老太太病了 哎对 病了 病了 马上呢 我给大哥践行 不行了 我现在就奔扯战了 说着话 张宗昌是抬腿就往车站去 韩副举想憋的 你走这么快 那郑继承能报上仇吗 赶紧通知啊 立刻派人告诉郑继承张宗昌奔车站了 赶紧去到那下手 这一通知郑继承就明白了 背好了手枪 压好了子弹 郑继承就潜到了车站 韩副举马上带领人这就送 那得虚情假意的 大哥 这个你还多人来啊 哎呀 俺娘有病啊 不知道病是怎么样啊 所以说呀 什么时候来啊 这个我娘病好了 我就回来啊 这是韩副举啊 正好走到车站门口这 他一想我不能往里去了 怎么在里边要伸手 大哥 我那省政府还有点急事 我得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我送到这就不送了 我派我的副官送你 哎呀 你赶紧忙你的吧 我就赶紧走了 韩副举上车走了 张峰昌进了车站 后边都是韩副举的副官们相陪 到了站台上刚要登车门 郑继承啊 发疯似的 冲给人群就进来了 大喊一声 张宗昌 你还我命来 抬手就是几枪 还没明白怎么事 那张宗昌 身中武弹 倒在血泊之中 这车站可就乱套了 了不得了 有人杀死张宗昌了 这人是四散奔逃啊 都跑了 把张宗昌的尸体扔到站台上了 老百姓啊 看热闹这个解恨啊 张宗昌啊 你还回来了 当初你在山东当独军的时候 你把我们老百姓都给糟蹋坏了 该你再多死几个 老百姓都恨 张继承开完枪跑了 这边赶紧有人告诉韩副举 说张宗昌正在车站遇刺啊 韩副举假心假意的又来了 哎哟 大哥呀 大哥呀 没成想你死的 怎么惨呢 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他连唱带苦高兴的早死啊 早去快我心病 立刻找人给弄了棺材 把张宗昌给埋了 五十一岁的张宗昌混了一辈子就这么的死在了山东济南的车站 在咱们中国有句俗语 叫草培双双怕日 恶人自由恶人魔 还有一句话 多心不义 必自毙 张宗昌这一辈子干尽了坏事 欺压百姓 无恶不作 庆竹难书 本不评书 把张宗昌的一声说到这儿 也就算完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的收听